哈喽大家好,我终于回来了 欢迎回到我的钓鱼频道,我是Olivier 那这一个月我一直都非常的忙 为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多辛苦照顾小孩 那我虽然也很累,但是我十分享受这一段时光 那这将是一段没有办法回来的人生体验了 所以我也非常开心,同时我也非常的想念大家 那今天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决定进行一次Google Map钓鱼挑战 那所谓的Google Map钓鱼挑战兴起很多年了 那其实这个只是我们大多数的钓鱼的人的 寻找新的钓点,探索新钓点的一个主要的办法 那我们会在这个Google Map上面搜索附近的 所有可能的有鱼的钓点 同时确定了我要去的钓点以后呢 我会搜索这个钓点附近有没有停车的地方 那因为在北美大家出门都开车嘛 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一些能够停车的位置 那因为在加拿大呢 在河边有大片的土地都是私人的领地啊 那我们如果想进入这个河边钓鱼呢 很多时候要通过这个桥底是可以进入这个河边的 所以我会更多的关注这些有桥的位置 所以说其实Google Map钓鱼挑战呢 是我们平时经常在做的事情 那如果我今天只是这样子出去钓一丝鱼呢 就做一个视频呢 那未免太简单了,对不对 所以我决定给这次的挑战加码 注意了,我今天的目标是不使用任何的夹耳 注意不使用任何的夹耳 我只带卷线器、杆子、钩子和铅 我不带夹耳 那这个对我来说呢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尝试 那所以今天的吊框会怎么样呢 我自己也完全没有把握 完全不清楚 那有可能会钓得很难看 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说到这里我都有一点小期待了呢 那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去钓过的吊点 那我们现在马上出发 看看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所以我停到一个岸边啊 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 今天我将面临非常多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呢 就是现在是夏天的正午 现在的气温是33摄氏度 这个时候明显不是一个钓鱼的好时机 第二就是这个水域 是一个陌生的水域 我没有在这里钓过 那第三个状况呢 就是我在带了钓杆带了钩子 是自由钓主的一个设定 但是没有带额 没有任何的 这个是第三个问题 也是我面临最大的麻烦 那好 面对这种极端的状况呢 我又非常想钓鱼 那没有办法 那我只好去看一看我这里 手头上面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看起来像假耳的东西 我都会去尝试去使用一下它吧 那看一看我们这里 嗯 哦 这里有一条橡皮筋 看起来很不错 长度有点长 我没有带剪刀 但是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然后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啊 这里也有一条橡皮筋 这个橡皮筋是超市买菜 用来捆菜的那种橡皮筋 啊 这个也是 这个我也 这个我也留起来试一下吧 但是我真的没有带剪刀啊 这是个问题 嗯 我再翻一下看看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吧 嗯 总之我的目标呢 就是说我要找到一些 尽量找到一些 像这个口罩 一次性口罩的这个 耳朵这个橡皮筋 应该也是不错的 总之我的目标就是找到一些 尽量找到一些长得像耳的东西 或者看看外面的花花草草 有什么长得比较像耳的 我可能也会去利用 那今天我这个挑战非常的严酷 但是我也非常的期待 非常期待 好 马上下去看一看吧 看这是有多近啊 比我停车的地方 我的车子就在上面 好 好 这里应该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城市的吊场 也不能说吊场 只有这么小的一个点 这么小一个点 还有很多垃圾 很多垃圾 嗯 现在真的是33度 非常热 所以我觉得开阔的水面 应该没有 我应该把focus 注意在这个 这个小湾这里 我想 还有那边 那边有一个湾 那边有一个湾 等一下过去看一下 应该不会很多鱼 哦 忘了 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R 好 那我现在要想办法 把这根线穿上去 我看怎么穿才好 嗯 我的想法是就这样穿嘛 嗯 能不能像穿 甲尔一样穿 用那个德州的穿法来穿它呢 勾肩我想要露出来 不然等一下勾子打不进去 OK 这就是一根绳子嘛 搞什么 看看它的动作 看看它的动作 哎哟 有点东西 哇塞 蛮飘逸的 蛮飘逸的 来来来来来 试一下 如果这个不行 我就去捡别的垃圾 好不好 这里周围看起来 有很多垃圾 游泳的姿势 还是蛮好的 有没有 可以嘛 我想这么热的天啊 鱼肯定是在静岸这些树荫下面 所以我基本上想先试一下这个树荫下面 不会往这个开阔的水面丢 因为这个水面是一个是开阔水面 一个我觉得是太直了 就这个河道了 是整个一个直的河道 我觉得很难找鱼 哦好热 真的很热 不是开玩笑 超热的 汗如雨下 哇好烂 这一下抛的 这个小布条我发现它没有任何的重量 所以它吊起来比普通的软耳要难掌握 就是它抛头的时候 因为它太轻 今天真的很难 我觉得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说它动作大一点好 对吧 操作快一点 这样子鱼不容易发现有个问题 另外一种就是说 肯定会说动作越大越容易有破绽 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专门的塑料夹 我觉得两种说法 有氧 不灵魂 有氧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终于了 YES 各位看 一根線 這個線應該是一次性口罩上面的線 一根線種魚了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真的沒有想到種魚 還可以把我特意帶出來的手術錢拿出來用 直血錢 沒有帶的 沒有帶 但是有帶手術錢 很有趣 立功了 立功了 一次性口罩立功了 很肥喔 很肥啊 這條 哈哈哈 YES 誰能想到 在這個 城市裡面的一個 岸邊 一個彎裡面 拿一條線種了魚 水還蠻温的 不錯 去吧 NICE 今天的視頻可以結束了 哈哈哈 都種了一條了嗎 你看 你們看我綁的這個 有沒有一點生物的感覺 這個是頭 這個是尾巴 尾巴還不是整齊的 哈哈哈 OK各位 這個啊 種了一條 如果說種一條 是我的運氣的話 我今天沒有用加爾 種了一條魚 如果說 種一條是我的運氣的話 如果能種兩條 那只能說明我的運氣超好 哈哈哈 再來 哎呀 掏得好爛 哈哈哈 Who cares 我種魚了 哈哈 這邊沒有了 去那邊看一下 這裡只有一個位置 穿雨鞋可以站下去 太好了 這邊看起來也像有魚的樣子 那邊有個沉木 那邊有一些沉木 然後有樹蔭 這邊看著不像泳 因為這邊流很急 其實流蠻快的 我來試這邊 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很容易掛 我今天只有這一個鉤子 我不能再丟了這個鉤子 所以我應該要找一個 再找一個替代 不行 這個太容易掛了 剛才GoPro又出了那個低電量的bug 可能沒有錄到 事情是這樣的 我用那個線 我發現很容易掛底 那根繩子很容易掛底 所以我撿了一塊泡沫棉 這種就是普通的泡沫棉 浮的 浮的 看 是浮水的 如果沒有鉛的話 它是飄的 試一下 醜是醜了一點 起碼不會掛底 OK 我今天只有這一個鉤子 這個鉤子是不能夠損失的 如果這個鉤子掛掉 那我今天就不用掉了 好多了好多了 我甚至都可以拖底 可以拖底 很棒 很棒 但是這麼醜 可能沒有魚會咬 魚會說 什麼鬼 拿個拖鞋來騙我 好難啊 我現在都想去原地 挖一條蚯蚓出來 做餌 再種一條吧 再給我種一條我就收工了 真的很難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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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所有這個 這個 看都是平的 我現在都要前往裡面 事業 還要有 也要有 有了 出了 哇 拖鞋你都咬 咬拖鞋開心不 哎呦力氣啊 拖鞋都咬 我的拖鞋被咬爆了 各位看哦 4磅 3磅 3磅6磅 3磅6磅沒有4磅 但是他咬的是拖鞋哦 如果要舉辦一屆拖鞋釣魚比賽 我就贏了哦 這個吃 開心不咬拖鞋 拖鞋什麼味道 3磅6磅 拖鞋 拖鞋各位 YES 下次注意了 下次注意了 去吧 去急溜那邊 哈哈 各位 拖鞋繩好了 橫空出事了 屌不屌 就問你利不厲害 話說拖鞋比剛剛那根線好丟很多很多 我就這樣丟出去 哇塞 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這樣丟出去 小跳 小跳一下 然後拖一點底 稍微拖一點底 平拖 慢慢的平拖 跟操作Cube 是一樣的 OK 明明正在操作一個拖鞋 講那麼認真幹嘛 哈哈哈哈 不過我就這樣操作了 OK 好了那今天我學習到一些東西 首先第一 是出門一定要帶 OK 一定要帶 不要像我這樣子 那 第二點是 拖鞋的戰鬥力很強 沒有了 那其實今天這樣子的釣框呢 我自己也沒有預計到 那我覺得我自己首先是運氣比較好 然後我自己的感覺就是因為我沒有在用甲耳 在我的認知裡面 我是覺得軟耳在這個跳底的這個軟耳的釣竹裡面呢 是擔當了很大的作用 就是說它自己的一些動作 被水流帶的一些小的動作 有一個很好的鱿魚的作用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沒有這個軟耳的情況下 那我只能靠自己的一些操作去鱿魚 那我個人覺得這樣子的效果是甚微的 我當然也有在努力的在這個做各種的操作 希望能夠鱿魚能夠咬 那今天其實能夠達成這樣子的一個結果呢 我覺得操作只是占了20%的這個效果 那另外80%呢其實主要是我的一個運氣的成分在 還有就是其實我一直想說這個 找魚的這個能力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你到了一個釣點 不管是大的釣點還是小的釣點 你都要快速的去判斷這個有魚的位置啊 就不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在一個空曠的水域 在一個空白的地方 本身這個有魚的可能性很低的地方去拋 因為不管是在大的水面還是小的水面 其實我們這個釣魚的人啊 覆蓋水面的速度實在是太慢太慢了 就算是用像Vibration這種快速搜索的 覆蓋水面的速度還是很慢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有很好的一個 找魚的這個意識 然後在釣魚的時候呢 要有意識的培養自己這一方面的這個經驗的積累啊 這個是我今天的感想 同時在我以後的視頻裡面 特別是在100條河這種系列裡面呢 我會盡量的跟大家解釋清楚我找魚的一個邏輯 那希望也能夠幫助到大家 那今天這個視頻呢 純屬於樂 那大家不要太認真 不要太認真 那我玩的非常開心 希望大家也看的開心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呢 歡迎點贊和訂閱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呢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會一一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好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拜拜 我抽鞋掉了 我的耳 被他咬碎了 不要這樣吧 這馬一條 我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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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沒事 哈哈 好吧 拖鞋二號機 成功了